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莱海洋极地世界的游客却络绎不绝 馆里特有的海洋动物吸引了无数访客的目光 然而欢声笑语背后他们也许都不知道 此刻的海洋馆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煎熬 为了一个消失的皮球 工作人员已经辛苦奔波了九天 在海象马路达的胃里 医生们找到了皮球的硬块 这些碎片正在磨损着它的胃壁 如果不尽快取出来 更小的硬块可能进入肠道 马路达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下午来自北京动物园兽医院的罗毅等人决定 马上给马路达实施胃镜前手术 用特殊的工具将皮球取出来 这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挑战 国内饲养海象很少 根本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 大家临时从医院寄来的工具 鼠齿形异物钳 网栏形异物钳 圈形异物钳 这些能否和罗毅带来的胃镜箱配套 大家都没有把握 一切只能在摸索中进行 两点钟 马路达再次被强制保定 经过了做未经的痛苦 原本身体虚弱的马路达 忽然拼命挣扎 求救的吼叫声 引来了其他三头海象的强烈反应 海象天性温顺 然而为了救助被围困的同伴 他们也会变得异常凶猛 手术必须抓紧时间进行 物理保定 容易引起动物的应激反应 强制的固定和压迫 对马路达的心和肺会造成伤害 时间长了 容易引起窒息 如果抢救不及时 海象就会当场死亡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训手师刘新成 负责在前面 坚持着马路达的举动 他取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停地在叫着他 取的同时 他自己还在那里回应着我们 我们叫他一声 他也叫一声 他的神志必须得保持清醒 如果他要不清醒的话 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必须让他 在清醒的状态下来做 手术即将开始 首先尝试的异物钱是网蓝 他能网住异物 然后再将其慢慢拖出 梁秀之将网蓝钱放入胃镜 网蓝钱的长度 够得到皮球碎片 大家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很快的专家发现 尽管皮球已经裂成了几个硬块 每个已有四五厘米长 网蓝钱的口径太小 根本无法全部网住 和拖动整块碎片 这个网蓝 比那个少左拉 现在是在里面 它那个里面 网蓝带来的魏镜 没有外接监视器 监看起来十分困难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几次尝试都已失败告终 是继续尝试 还是放弃手术 此时罗毅等人也犹豫不决 马路达突然安静地下来 一种不正常的气氛 在空气中弥漫 负负责监测海象的刘新城 觉察到了这种异样的变化 刘新城说 快点不好 它没气了 好像它不呼吸了 赶快松开 赶快松开 大家都赶快把这个压笼松开 松开了以后一看 它就是一动都不动了 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马路达陷入了昏迷 长时间的手术 让它产生了应激反应 动物处于休克阶段 是非常危险的 几秒钟之内 就有可能丧失性命 工作人员拍打着马路达的头部 给它做人工按压 同时注入兴奋剂 晃了晃了他 一口气传上来了 好像马路达你醒醒 你醒过来了 这个时候打压 一块石头落了地 真是那会就说 我们的徐守员抱着马路达头 马路达你好 你醒了你醒了 你可好了 你可不要过去了 这个时候 特别感人 突然的变故 让大家十分紧张 同时也让大家陷入了绝望 虽然马路达 暂时从生死边缘 被拉回来 然而 他胃里的异物 还是没有取出来 危险仍然存在 催吐法不能实施 异物前手术又失败 此时大家所能想到的方案 只有一个 那就是开刀做手术 这是2006年2月 彭莱海洋极地世界拍摄的一场手术 整个过程历时一个半小时 最终成功地给一头北极熊摘出了白内障 和海象相比 北极熊生性凶猛 能让它接受全程手术的办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全身麻醉 北极熊是两栖动物 对于它们的麻醉 国内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然而给海象等海洋动物麻醉 至今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 海洋动物它不是自主呼吸 不能麻醉 你麻醉就死亡率极高 你像咱们人 这麻醉以后 它还能呼吸心跳 它还是另一回事 它那个是随着这个麻醉要进入 它呼吸也抑制了 心跳也抑制了 所以说就是麻醉非常危险 麻醉要量的掌握 关系着海洋动物的生死 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使用 马露达已经休克过一次 在那次抢救中 兽医就发现 很难找血管给它输液 有了那次经验 大家不敢再度冒险 更何况 北极熊的手术 请来的是富有经验的 陆地动物专家 而如果给海上开刀 目前国内还很难找到 合适的人选 联系了俄罗斯专家 专家说 假如他们能赶来的话 签证等手续 至少得花上半个月的时间 由此看来 马上给马露达开刀的方案 似乎是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与此同时 根据海巷的体征 俄罗斯专家也发来了一份传真 上面是一幅 针对马露达设计的 未经前图样 很快 紧急征集动物专用 义务前的需求 从蓬莱向全国发出 符合要求的工具 外径不能超过7厘米 总长度超过1.8米 而且必须转动自如 能抓取重物 未经前仍在征集 使用未经前的合适人选 却成为海洋馆的下一个难题 为了让手术更有把握 动物专家罗毅提出 可以找给人做未经的专家 他们的经验也许会更加丰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这孤注一致的决定 成为了海洋馆 挽救马露达的最后努力 就在海洋馆 为马露达的命运奔波的时候 在20公里之外的 烟台玉黄鼎医院 主任医生黄刘烨和往常一样 在内境室里忙碌着 这位具有丰富手术经验的教授 不会想到两天之后 他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个时候大家就通过关系嘛 就找到了这个 烟台玉黄鼎医院的黄刘烨 黄教授 他是我们烟台整个地区的一个高手 他经常出国讲学 他特别有经验 作为山东消化道内科的权威 黄刘烨从未给动物做过胃经手术 然而他还是同意试试 对于有人提出的麻醉手术方案 黄刘烨坚决反对 他认为开刀潜在的风险非常大 能取出的为什么要做手术呢 术后护理你们想想那更严重 那术病改染了以后 你救的救不过来 你还是尽量要取吧 能取多少取多少 取了以后最起码 在未留止也能保护活命 未经前手术的方案一确定 黄刘烨马上联系 有过业务往来的医疗器械销售商 对于这次的手术 他深知合适的工具是成功的关键 自昏迷醒来后 马露达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 即便是流食 他也难以下咽 他的未粘膜已经受到了损伤 病症的折磨越来越明显 他那会儿已经都开始肚子疼了 他在那个池子里 他那个形状都成球的形状 那训养员在外边 要是拍一拍那个窗户 那得有声音了 他会睁开眼睛看见训养员 看他的表情特别的痛苦 他是从那么小的动物 然后我们一点点训练了 魏阳把他带打了 看着他那种状态 那种难受的状态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如果能替代他的话 我可以去替代他 平时每天能吃20多斤的马露达 如今的食量却是以毫升来计算 为了恢复他的体力 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 根据当地的一个传说 做完手术的人如果吃鲍鱼 伤口就会恢复得很快 王本明等人找来最好的野生鲍鱼 或者其他的鱼类 准备倒成针喂马露达 只要马露达的生命还维系着 大家就不放弃 让他再次接受手术的希望 由于造价高 又没有多少利润 生产商一般都不愿意制造 动物专用的义务钱 尽管通过媒体的报道 各地送来了不少工具 然而这些钳子大部分是给人用的 长度根本无法达到1.8米以上 而长度能达到的 基本上是取人的肠内义务的 没有那么大的抓力 没有合适的器械 那么一切的准备都是多余的 就在大家陷入失望的时候 黄牛叶从烟台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当时也是打了电话 打了电话说 上海医疗器件有这一种 能抓5公斤重 有一米把长的一个医疗器件 就是一个钳子 我们听了一个说 好了好了还想有救了 找到医疗器件 说明我们手术都有成功的一半 7月10号下午 搭载着手术器械的飞机 从上海抵达烟台机场 随即送到蓬莱海相馆 这种被称为糖鹅嘴型义务钳 张口达15毫米 是销售商特意从国外进口的 虽然黄牛叶也没有使用过这种钳子 然而在目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只能尝试一下 因为此时已经是马路达 吞进义务的第13天 天气预报传来台风登陆烟台的消息 蓬莱的海域也弥漫着暴雨将至的气息 然而此时的马路达却似乎异常平静 几天的努力已经耗尽了他最后一丝力气 手术很快就要开始 黄牛叶做过上千例内镜手术 曾经有一次他还成功地从一个犯人的位里 取出吞进去的刀片 然而面对着给海象做手术的风险 他还是感到了压力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海上做手术 比银的难度是加大的几倍 海上的位置是一种优质行为 所以说它的弯曲角度大 这取物比较困难 那么第二个是 这个银的从枯枪到这个位 距离大约是40公分 海上是180公分 我们没有这个经验的 而且海上这个接泡和阴体差别很大 两点决定马路达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 手术厂就设在海上之外 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众人小心翼翼地将马路达抬出海象管 这也许是马路达的最后一次手术 如果失败了 那么无论大家的心理 还是海象本身的身体状况 都无法承受 黄牛液带来的是 给人使用的电子结肠镜 外面有监视器 三维立体的影像使得视野更为宽阔 也更便于医生的操作 大家紧张地注视着屏幕中传来的画面 黄牛液小心翼翼地加入了第一块皮球碎片 虽然糖鹅水义务前力量足够 然而海上未出口的地方 也就是喷门非常狭窄 每次夹到这个地方就会滑落 它夹住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脏直接就起来了 很兴奋 也很兴奋 也很紧张 但是经过到这个喷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胃带不停地蠕动 它一拖 这个球就掉 每次掉下来 一次来 我们这个心就量了一次 掉一次就量一次 为什么 这个球看这样看来 这样的拿法是拿不下来 拿不出来了 皮球已经裂成了几块 然而碎块还是通不过喷门口 可以想象 当初马路达能将撒气的皮球咽下去 一定是在抢球的争斗中 激发起了它超越平常的吸食能力 现在 要在它不配合的情况下 将球取出来 似乎不大可能 大家尝试了几次 都没有成功 黄柳叶调整了思路 它决定用切割器 在胃内将硬块切成两半 虽然这样做有点冒险 然而如果硬块变小 通过喷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切割器圈住了皮球硬块 在胃里将皮球分割 难度不算太大 几分钟后 黄柳叶准备夹起切割后的第一个皮球碎片 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候着 加住以后 然后我拖着手 我们的心也是跟着紧张起来 一定能成功 一定能成功 我们都替这个马拉丹的在那鼓劲 你也坚持住 我们也坚持住 一定要把它取出来 前次加住了碎块 终于随着胃收缩 喷门口打开的瞬间 黄柳叶夹出了皮球碎片 打出来的地方 当时我们全场都震惊了 都放过来 从这一块就证明了 我们成功地可以把它救活了 可以把它东西全部取出来 我们的马路达就救了 有了第一块成功的经验 黄柳叶等人采用同样的方法 经过反复地切割 脱取 一块块皮球碎片 从马路达的胃里被取了出来 一个小时后 当黄柳叶取出最后一块皮球碎片的时候 人们知道一场历经十四天的煎熬终于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